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儿子 一对双胞胎女儿 大女儿施嘉玲 2014年 由于工作原因 得了精神抑郁症 期间看过很多医生 大小医院都去门诊过 尝试很多方法治疗 中医 心理咨询 精神科医院都去看 住院吃药 都不见好转 几乎发光加重积蓄 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情况下 早在三年前 通过我的同事 听说心灵法门 一直没在意 也没有了解太多 但每天都有给自己念三遍的大悲咒 后来我怀着试试看的心理 开始了解 学习心灵法门 很多亲戚朋友不理解 包括我的先生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学佛路上的心得和感悟 希望佛友们能从我的分享中 增强信心 珍惜机缘 学佛精进 如果分享中有不如理 不如法的地方 请南无大慈大悲地观心菩萨原谅 请护法菩萨原谅 一直以来 我的工作都很顺利 自从女儿重病以来 我不仅蒙心自问 没做过什么三天害理的事 为什么得到这个报应 2015年 接触心灵法门 并和女儿施嘉玲有幸参加了卢台长法会 亲眼目睹了台长慈悲 忘我度众生的场景 身有触感 为了治疗女儿的病 我看台长师傅所有关于精神病的病例 每天很努力学念经 早上四点半就起来做功课 特别寄计 一个月时间 所有的经文都会背了 家里的箱打卷了 发喜充满 不久 就梦见台长师傅到我的梦里 问我 叫什么名 孩子叫什么名 没等我说就醒了 当时觉得很神奇 也许一切都是菩萨的安排 一天盘晚 带着女儿去散步 正巧碰到同修师兄姝美 聊天中说起心灵谎门 念经的事情 刚好说到双鸡大年 观音堂要开幕 问我要不要去当义工 我一口就答应了 感恩同修姝美把我带进观音堂当义工 感恩有缘认识了同修师兄秀朗 他教会了我很多 在观音堂 我发心做每一件事 各种灵验的事情发生了 我梦到女儿的药金者 向我要小房子 十五张小房子 五天 当时请师兄 师兄给我发 给东方台师兄请教功课 加上自己的功课和小女儿的功课 礼佛大唱会文念的太多 小房子来不及 女儿施嘉玲加重病情 自己也觉得很辛苦 多次在梦里 观音菩萨救了我两次 当时的我更加相信有观音菩萨的存在 心中充满感恩 冥冥之中想到了三大华宝 第二天在观音菩萨面前许了三个愿 一 我终生为女儿吃素 二 为女儿施嘉玲放生五千条鱼 三 女儿病好 我度更多有缘众生 不杀生多做功德 同法力生 之后努力念小房子 念到三百张的时候 女儿施嘉玲身上肥肿消了 气色也变好了 精神状态也好很多 每天基本上都没出过门 在家念经 女儿病情时好时坏 每星期几乎都七到八张的小房子 但是睡眠状况还是不佳 时常自己会笑 我想是小房子不够 还是我的功课不到位 就求观音菩萨赐给我智慧和灵感 让我学佛精进 之后 我把女儿的功课加量 又再许愿 把我终生吃素和弘化的功德 都转给女儿 还有把做法费的功德 转百分之五十给女儿 和她自己做法费的功德 之后 每次念经都很辛苦 但是 我并没放弃 每星期红法度人两天 小房子一波二十一章 二十天完成 当我念到第十波的时候 奇迹出现 梦到卢台长 叫女儿施嘉玲三次 告诉我要加持她 第二天 打电话给女儿问情况 听妹妹说 嘉玲也梦到卢台长 来她梦里加持 还提到两位亡人 台长问女儿是谁 我马上问过 是的亡人名字 第二天 我同时许下 两个亡人 一个各二十一章 还加上 女儿的药金者 二十一章 三个同时一起念 刚烧下两个亡人 各十章的时候 小女儿微信说 姐姐这几天变了个人 话多了 主动打电话 笑得症状没了 眼睛也不邪看了 带出门一切都很正常 当时我特别发喜 三月二十四 我去澳门 做义工 四天 再次梦到师父来加持我 发喜充满 我回国看女儿 整个特别精神 四月十六日 再次飞回马来西亚 做全程义工 再次梦到师父 法生来加持 我犹如在法会现场 师父开始每句话 和我和梦里说的一样 我再次把两场法会的功德 各转百分之二十给女儿 加上一波一波念小黄子 女儿现在完全看护 不用吃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祝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摩佛萨 感恩大慈大悲 的卢君洪台长 感恩龙天父法 感恩十方一切诸佛菩萨 感恩心灵法门 感恩所有帮过我的同修师兄们 弟子在此发誓 今生今世跟着观世音菩萨 和师父修心灵法门 永不退转 感恩